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6号 天大的好消息扑面而来 刚刚发生 大法官巴瑞特正式的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那么白棍呢 很快会给他在今天晚上举行宣誓的仪式 我刚刚看的时候呢 他是52票对46票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决定他已经得到确认了 因为我们知道参议院呢 共和党的议员有53个 民主党的有47个 那只要超过51个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毫无悬念了 那昨天呢 有一个程序性的投票 程序性的投票的时候是51票对48票 那是明显的巴瑞特也是占上分 当时呢 有两个共和党的参议院呢 一个期权 一个便捷了 一个投了反对票 那今天的形式呢 那个投期权票的呢 来回归到赞成票里面 但是投反对票的呢 他还是便捷 还是投反对票 所以呢 现在整个的比分呢 就是52比48票 那本来是共和党的一个参议员 他又跑到民主党的阵营投反对票 所以造成了52比48这样一个局面 但总而言之呢 他还是高票数的通过了 那巴瑞特比确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我们这些支持川普的 对基督徒来说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普天通晴 我是非常的高兴 巴瑞特大法官的确认 直接催生了两个非常好的结果 一个呢 就是川普的连任毫无悬念了 第二个呢 就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司法系统保持暗30年 也已经毫无悬念了 首先呢 我们看到川普的连任 跟巴瑞特比确认呢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巴瑞特他就代表的保守主义选民 坚持基督教 犹太教价值观的 坚持美国立国资本的这些选民的基本思想 那川普确认 提名 然后他真的通过了 那这个是对川普阵营极大的一个激励 极大的一个鼓励 让这些选民呢 更加有信心 当然呢 川普的基本盘 他是永远不变的 无论巴瑞特确认不确认 他的这些基本盘不变 但是有些中间选民呢 他还在观望 他还在看川普这边呢 到底势力强 还是拜登那边势力强 而且呢 他看到的川普呢 在这个大法官的事情上 能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那现在呢 川普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所以对这些中间选民影响非常大 那些正在观望的 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已经得到了确认 这个时候就增强了川普阵营的信心 那川普呢 也是非常的高兴 在中午的时候呢 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多斯就已经宣布了 今天晚上就要举办巴瑞特大法官的宣誓就职仪式 实际上这个就职仪式呢 为这次大选又增加了火力 可以说是喜上加喜啊 那更多的川普阵营的人就更加的有信心 来赢得这场大选 还有很多观望的人呢 也透露到川普的阵营 所以说川普连任基本上已经没有悬验呢 因为这个确认事件呢 实际上直接标志着川普的连任 那第二个美好的结果呢 就是整个美国的司法系统 就是大法院大法官这个系统呢 那现在已经是正式的6比3了 那么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呢 肯定要维护2030年 因为大法官他是终身制 那他们现在都是五六十岁 再活个2030年呢 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保守主义价值观还要维系2030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喜讯啊 对基督徒 对坚守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呢 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那么我们看到在多胎 同性婚姻 吃枪权 社会主义 等等这些系列的问题上 那保守主义价值观肯定以后还是占主流的 我们知道呢 美国的司法系统啊 很多的一些小的案件 一个州的一些案件 最后呢打来打去到最高法院才有一个明确的判决 而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 就会影响的其他所有州的这些判例 在这个自由派大法官占主流的时候呢 堕胎啊 同性婚姻 那最后呢这个法院判这些堕胎啊 同性婚姻这些权力的主张者 他们胜了 那结果美国呢越来越自由化 那现在保守派大法官占主流的话 那么在这些所有的案例上 保守派的意见占主流 那最后所有的判例都是体现了保守主义的价值观 然后就会改变人们的行为 然后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走向 那美国呢回归传统 回归基督教 犹太教的价值观 那么回归利规之本呢 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起码在司法系统就会成为一个趋势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哎 这个回归传统的这个趋势呢 本身又让更多的人呢 明白川普是对的 那么对川普来说 支持他的人 投票他的人呢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相得一张 互相硬蹭 那么川普连任呢 绝对是没问题了 那么美国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保守派 在法院系统占主流呢 也绝对没问题了 所以简单而言呢 很多人呢都担心美国欧洲化 因为欧洲呢 自由派占双分 那基督教呢 现在在欧洲呢 根本就不是主流呢 欧洲呢 现在完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你看不出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但是美国呢 基督教的价值观还是占主流 美国还在坚守着他的立国之本 这次巴雷特大法官确认 然后最高法院形成6比3的比重的话 那么整个美国社会坚守美国 立国之本 基督教的价值观呢 肯定呢 会长久的给保存下来 所以呢 就不用担心美国的欧洲化 不用担心美国的宗教乱七八糟什么都出现 不会出现那个状况 可以 其他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 但是基督教价值观占主流 基督教价值观占主流之后 那么自由平等普世价值才能得到保证 另外呢 美国也不能欧洲化 其实也表示着美国绝对不会向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妥协 欧洲现在是高福利 完全是社会主义化 是占主流的 那么美国呢 它绝对不会走那个样子 还是要保持它的资本主义的最早的那样一些价值观 总而言之呢 巴雷特比确认 那就表明了美国还是不同于欧洲 美国要走美国自己的路 那巴雷特比确认川普比当选呢 就构成了美国确实是一个独一无碍的国家 是全世界的一个特例 它捍卫着基督教的价值观 它要成为全世界的灯塔 成为山上之城 那么巴雷特大法官本人呢 他是一个虔称的天主教徒 我们看他的整个学历的话 他在中学的时候 尤其高中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天主教的中学读书 后来也考入了天主教的一个学校读文学 后来改学法学 他就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 拿的是法学学位 你就想一想他的这个 整个教义呢 已经贯穿到他的法律思想里面了 当然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样 他这个里面也分自由派和保守派 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会 主教 牧师 他们都承认同性恋 承认多胎啊 那完全是自由化的 可以说基督教里现在已经明显的分成了两派 尤其是美国的基督教 那天主教也是 有保守派天主教 也有自由派的天主教 现在的这个教宗呢 就是典型的一个自由派 他是受这个解放神学的影响 所以特别清社会主义 而且对堕胎啊 同性恋呢 他都吃这个开放的态度 教尊就是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 但是呢 巴雷特大法官 我看他的这个读书的那些学校 都是保守派的天主教 格守天主教的传统 跟基督教的传统呢 都差不多 所以在堕胎问题上 同性婚姻问题上 在吃枪权问题上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 我想会坚守基督教 保守派的这个观点 所以说他比确认为大法官 确实为美国来保护住他的立国之本 保护住他的基督教犹太教 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的话 美国的国力才会更加的强盛 美国人的信仰更加的才能重振 然后有信仰的重振 才能真正的抵御住邪恶 打败邪恶 所以呢 这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真的应该是普天同庆 我们等一下再看一看 整个白宫呢 他巴雷特就职一致到底如何 好 我们今天就评论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